這個APP其實還蠻有一點味道的 因為其他的APP沒有人做這樣 目前看到只有即時通這樣做 移動的話按這個 它可以去移動它 看你要放哪裡 然後再點擊 因為它還有一個角的形狀 它圖示還做的蠻用心的 然後這MEMO可以點擊 點擊之後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去填資料 比如說我打一個 TESA1 然後裡面的 裡面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Content你可以打一個 那這個可以把它存在SQLites 那個就是 Local端的那個Database裡面 然後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存檔 這邊還有一個箭頭 一直跳一直跳 上面還有動畫 做起來有點像RPG的遊戲的感覺 不過感覺有點太可愛了 就應該可以再增加那些 不一樣的版型 比如說可以讓不一樣 就是感覺有點像在玩遊戲 就有點 不是很正式 所以是不是有那種 比如說是商業用 就是 樣板可以改箱 如果你記MEMO 這樣記起來 那就Safe 它還有那種打電動的遊戲的感覺 然後這邊你要點 下一次就可以點 而且它可以Attach 它可以放 附加什麼資料 比如說你順便要附加一個檔 然後一個Play Stop 感覺這個Play是什麼意思 還在研究 類似像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也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玩玩看 因為這是小朋友做的 但是基本上已經有一個 一個大概 的一個東西出來了 好 嗯 啊 沒有 它定位應該是那種中古災藍 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 大部分如果我說一直在coding 城市寫得好的 其實都很窄 因為你城市寫不好 城市要寫得好 一定每天都宅在家裡 所以就都在想城市要怎麼寫 對 那種8bit就是60年 這是舊的那個 那個 不只 應該是任天堂那個時候的 任天堂的 對啊 它解決了很多問題啊 它解決了很多風格 它的版面 它的解析度低 友善度也高 對啊對啊 有它的好處啦 可是問題 其實一個成功的App 或者成功的程式 最重要是使用者的經驗 就是說 今天你的市場區隔 你要很清楚 到底你寫這個App 是給誰用的 如果你這個App 每個人都能用的話 你的市場定位是全部都可以的話 那全部的人都不會用 你要很精確說 我就是要給 某一個族群的人用的話 你這個App 就很容易成功 你要鎖定族群 然後你這個族群 它先已經 run的很OK之後 你再去延伸到其他族群 你才容易成功 這是我的經驗談 無論你做任何事情都一樣 反正你一個東西要行銷的話 你不能夠 讓每個人都滿意 但是你要鎖定族群 我這個族群滿意就好了 其他族群不滿意 不管了 沒關係 就是這個族群滿意就好了 其他不管了 你不能太相怨 什麼東西每個人都要滿意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的族群 比如說我focus在哪個族群 這個族群為優先 其次再說啦 其他的 不然的話每個人你會發現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現在人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但每個人講的話 其實都 都負責任嘛 而且其實你根本不是專家 你講一堆 每個人都可以講 但是講的其實說真的 都不是很好的意見 該講話的沒辦法講話 然後不該講話的人講很多 所以其實要鎖定族群很重要 這個我想給各位 這是 提供給各位參考 你會發現一個大學生 如果很用心做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以後 台灣每個 志工系的學生畢業 都可以寫了幾十個上百個app的話 我相信 以後的那個 我們智慧型的這個 這個在 世界上一定會 App等於台灣 對軟體指導 不得了了 台灣